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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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只是比如说像之前的伊拉克啊或者史蒂比亚啊 这些的话呢 那么整个金融市场几乎没有人会太过于在意 因为它的影响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并不会很大 但就是因为呢 这一次是叙利亚 关键的问题是叙利亚背后所支持的俄罗斯 我们知道原本如果是送点钱 送点武器呢 那也就算了 炸了的话呢 大不了也就是经济损失 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已经直接派兵参与了叙利亚的这个战争 因此如果美国的导弹打过来 那刚好呢 俄罗斯的军队伤亡惨重 那么这样就很容易把这个事情搞大 所以大家怕的并不是说美国要发导弹打叙利亚这个问题 关键是怕的是美国和俄罗斯在军事领域的冲突会进一步的加剧 从而影响到整一个国际地域环境的稳定性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我们知道呢 经过过去几年的制裁 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了 它现在唯一靠的就是石油的恢复 但是呢 这个现在前提就是呢 其实西方 包括华尔街 并不是害怕的俄罗斯和美国打这个经济战 害怕的呢 是现在呢 是军事上的冲突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因为这个叙利亚的背后 有俄罗斯的因素参与在内 所以说呢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 那么其实对于整一个市场的稳定来说 是非常没有帮助的 所以说呢 2018年应该说是一个流年 这个才4月份 才过去了3个月 2月初美股大跌 3月初美国和中国开始贸易纠纷 3月中 这个间谍案 全世界呢 就是撤回了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另外呢 到了3月底 现在4月了 美国又要发导弹 所以说这个是连续不断的事情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除了这个事件以外 再说一个呢 就是数字货币 我们知道数字货币在今年呢 从2月份开始几乎来说就是没咋 我们从这个图上也看出 这是比特币 以太币 老二 它从今年这是3月份的图 几乎3月到4月中一路都在下跌 从当时的700多到最终呢 跌到了370 拦腰对半看 今天我们要说的以太币的呢 主要原因就是以太币 在本周出现了一个小级别的上扬信号 这是一小时图 我们可以看到呢 现在这个以太币呢 已经爬上了一小时图 那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双头 也许会两次 也许需要三次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一旦这个双头的价格被突破 那么以太币的未来很有可能还会有更大的走势 那么这张图呢 是过去半年的走势图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最高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初到1300 现在是直接把一个去掉 变成360块钱 从现在情况来看 这个整体的趋势正在从下跌转为走稳 但是距离真正的上涨呢 似乎还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说 从现在我们其实呢 是可以部分的考虑缓慢建仓 或者说呢 重点开始关注这个以太币 那么真正如果是我们保守一些的朋友们呢 可以等待到中期图形突破以后 大约是540美元以上 再去考虑进场 这样的话呢 会相对保守但稳定一些 以上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说的两个话题 在今晚9点30分呢 欧洲的货币 欧洲央行会发表他们上一次的货币会议记要声明 那么可能对欧元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影响不会很大 好了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曾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